在第四季里的杜海涛扮演的副二代 是电视台的广告赞助上 曾小贤因为囊中羞涩 只能只能包下桌球垫 根据杜老板描述他们家很大 前后左右就连厕所外面都是高尔夫球场 这种炫富方式真的是新颖 林婉瑜作为第一季里的名副七师傅二代 首先她是临时集团的千金小姐 市场唯一一款珍贵的钻石 只是她爹的收藏品 在与杂志编辑进行深刻讨论 说的也是头头是道 这种无形炫富一看就知道 是在富家长大的千金 第二季里的钻石王老五 理查德随手就送宇墨一颗大钻石戒指 结果宇墨弄丢了 而理查德不仅没有责怪他 而是又送了一颗更大的钻石戒指 对于建公寓众人时 他也送出各种真的钻石饰品 钻石对女性的伤害是诬陷的 第四季里胡一飞的相亲对象 来到公寓想用一飞吃饭 结果被曾小贤碰个正着 这个比例也是个土豪 不但把餐馆买了下来 还特意请法国厨师来餐馆做菜给一飞吃 还趁花多少钱都值得 不得不说一飞的相亲对象 不仅质量高 而且都是富豪 欢迎大家留言探讨 收督 Munurday Elder G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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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